国会下议院明天召开选举后的第一次会议 首相纳都斯里安华的信任动议举国关注 马华总会长纳都斯里为家祥表明 马华早就表态会全力支持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作为政府的议员 理所当然会投票支持首相安华 他也呼吁党员给安华政府100天时间 适当的辩策和批评 以重新争取选民的委托 安华任相后的第一次考验 明天就在国会见真章 为家祥星期五和一众领袖签署团结政府谅解备忘录 已经表态支持首相安华 他今天再次阐明 早在国家元首预准安华领导团结政府时 马华就表达了会全力支持 如果你说你支持 你就成为这个政府的一部分 虽然不在内阁 但是你是支持这个团结政府 那你的举动一定要符合你所做的 不在话下吧 马华工会在第15届全国大选中上阵44个国会议席 最终只守住两席 今天召开选后第一次中央代表大会 国阵盟友华团领袖和媒体人员一概被拒于门外 当高层和基层关起门来检讨大选败因痛定思痛 魏嘉祥表示马华会用100天的时间来观察新政府的表现 除了给予建设性的意见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鞭策和批评 他随后也在脸书上贴文呼吁马华党员不气馁不放弃 也不要忘记创党初心 全新为国为民服务 重新争取选民支持和青睐 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全面检讨和改革 与时并进跟上新政局 使用美式谈讨和新政局